創下剛看到的是博明接受的訪談 他說不管美國總統誰當家 最後都會保衛台灣 不管美國總統誰當家 一定會保護台灣 而且中國不要去懷疑 美國保衛台灣的決心 這個博明是針對拜登 昨天接受了時代雜誌的專訪 第五次講會出兵台灣 而且這個態勢已經明朗到了 是不管美國誰當總統 那些建制派的官員 管你是白宮的還是國務院的 不要再說總統口誤 總統沒有口誤 因為拜登是第五次講出來說 一定會出兵台灣 而一定會出兵台灣這件事情 前面四次的時候 白宮或國務院都是口誤 講得不清晰 可是這一次蘇利文跟著拜登 搭空軍一號 要去洛曼地登陸80周年 紀念日的時候在飛機前特別強調 這一次沒有人再說拜登是口誤 而且蘇利文用的用語是說 拜登總統是一個直率的人 直率就是講出該講的話了 然後拜登是一貫而且強調 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 這個一個中國的政策就是如此 你中國不要用任何方式 試圖改變現狀 所以等於是拜登這個狀況 已經非常的明確非常的明朗了 這次連白宮和國務院都沒人 想要出來幫他再做任何的擦脂抹粉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中國顯然受到了震撼 受到震撼之後呢 他們當然一定會跳腳 可是你會看到位階很低 王毅沒有出來 然後拜登在整個訪問裡面 還直接講他跟習近平怎麼講 習近平怎麼很擔憂 美國的軍力的部署 但是出來的層次呢 是非常低非常低的 外交部的發言人毛林 那毛林當然針對拜登的講話 會去恰恰說 威脅恰合不了中國捍衛主權的一個決心 然後呢講完之後也沒有下文 然後另外一個更低的呢 是他們的外交部長的助理 叫做苗德里的 然後苗德里的講話之後 在網路上被人家笑翻了 因為他是說中國呢反對任何軍事實力 來實施航行自由 那誰是最喜歡用軍事實力 來實施航行自由的 然後中國呢 要警惕一些國家動輒找坊子 就用家法幫杯小圈子 在海上進行圍堵和封鎖 然後就一講完之後 大家覺得說你是在自我檢討嗎 就是外交部你是在自我檢討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拜登這個話 目前為止 你看到整個中國的反應 國防部沒講話 王毅沒講話 這個整個到了北京中南海沒講話 代表著中國確實現在不知道 還沒想出來如何妥善因應 正常的中國一定是 如果菲律賓敢使用軍事力量 中國就使用軍事力量 對對對 對不對 正常的中國一定是 如果日本要使用軍事力量 中國也一定使用軍事力量 你講到菲律賓上次馬可遜的話 那毛林就叫他回去多讀書 那毛林這次沒有叫拜登要讀書 都沒有對不對 完全沒有講話 所以代表著拜登這個 真的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 而這明確的信號裡面呢 還有明確的一個行動 美國的國防新聞週刊 特別的報導 其實呢 美國針對台灣的軍售 有持緩的問題 陳其是高到 國防部的副部長 希克斯 組織了一個對台軍售 高度整合小組 這高度整合小組 這個秘密小組 對美國來講 對於一個國家 非戰爭國家的盟友 台灣是首次 那首次之後呢 結合了是國防部 國務院 國安會 然後呢 開會 密集的開會 由副部長親自主持 到底台灣這些軍售 哪邊出了環節 哪個環節有問題 然後主動的去協調 要把這個環節給打開 然後要跟廠商去處理 然後這裡面有慢慢的出來 不是他已經兩度 連續兩年 給我們五億美元嗎 那如果你廠商 欠資金 就這個小組會去處理 所以美國也在加強協助 鞏固我們 整個武器和自我防衛的人力 能夠提高 在這個情勢裡面呢 當然現在這個情勢裡面 全世界就會看到 美中這個情勢 態勢是越來越明朗 所以喬水的達里歐呢 認為說美國做了這樣一個表現 台海近期發生開戰的可能性 其實是不高的 不過呢 對於整個情勢拉過來之後 美國還有可能是 對中國只要你出事 然後會做很多的經濟制裁 這對他們這種 國際投資者來講 是有壓力的 因為這個壓力在哪裡 就是他們的國際投資 有不確定的風險 所以這個你看到國際投資 這個情勢上的改變 可是呢 最近的是英國戰略研究所 做了一個真正的一個統計之後 你會發現說 真正如果打了實戰 拜登講說出兵 然後這不是跟派遣是不一樣的 美軍的實務能力 看起來是更強 除了美軍是全世界 每一年都在打仗的軍隊以外 他們特別統計 從2003年到2022年 20年之間 美國還有跟亞太地區的國家 進行各種的軍演操演 各種的戰子通行的整合 總共有一千一百一十三次 而中國呢 只有一百三十次 所以事實上 中國的武力 到時候真的人會嫌 一出來之後 整合作戰恐怕都有大問題 好創下 剛剛看到NVIDIA市值 標迫三兆美元 它事實上在美國股市 一股是一千兩百多塊 一千兩百多塊 因為是美金 所以你買它一股 事實上是台幣三萬多塊 所以一般散戶下單 假設你買十股 那就台幣三十多萬 那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用台北的股票的概念 就不小心打個什麼買一萬股啊 然後你就發現你沒有辦法交割 因為一萬股的話可能是一千多萬的美金 那就破產了對不對 事實上上禮拜五的時候才在想說 揮答一路衝 衝到已經是第三名了 距離Apple的只差一千億美金 那就講說什麼時候突破 但是現在它已經超過Apple了 它現在市值已經破兆了 到了破了三兆 到了三兆美元 這才幾天而已 然後呢 這幾天呢 因為黃仁星呢 它的身價是一千億美元 所以台灣呢 一直叫它三兆男 所以現在它的 既然我是三兆男 所以我的公司 也要是三兆美元公司 就這樣直接衝過來了 然後現在大家講了 那現在微軟是第一名 3.15兆 需要美國呢 有些人說可能是下個禮拜 會突破微軟的3.15兆 可是呢 3號那一天 整個揮答 一天就衝一千多億 所以一天就抵了一個Intel 所以搞不好 不用等到 下個禮拜 搞不好一兩天之後 它是可能就可能是世界第一名了 所以它現在的股價是 一千兩百二十四美元 然後它這衝上來之後 帶動的還不只帶動它自己 台積電也跟著衝上去了 昨天台積電在美國ADR裡面呢 上漲6.85% 然後今天台灣的股市呢 一路衝衝衝 衝到最高的時候899 所以差一點點 現在人家看什麼時候破900 往上衝 整個台積電 整個回答都是錢來了 那錢來了以後呢 現在在台灣裡面 除了關心黃仁勳去哪裡之外 去哪家公司之外 最關心的是 他會在第二個設計中心 會在哪裡 因為那也是搶財神 那搶財神 黃仁勳想說離台北市比較近一點 哇那現在呢 蔣萬安 然後還有侯友宜都火起來了 蔣萬安長期以來的話 很多事情都是後知後覺 不太講話嘛 講話馬上跳出來講說 我們台北市最好 我北市科有2000坪土地 你不是Bi嗎 哈哈哈哈 給那個柯文哲不要亂搞 給星光沒有 把星光解約 然後給他回答 我北市科 然後馬上公布說 我還有呢 五大優勢 因為為什麼呢 這裡面呢 講的15家 回答的供應商的總部 就在我們台北 所以應該在台北 然後台北市有全台灣 最多的新創公司 在了55% 而且他竟然是新創 一定跟上實際的潮流 他們一定跟AI有關係 你看講完這時候都趕快搶了 然後大概侯友宜呢 侯友宜這個時候 也不是齁齁做事情而已喔 侯友宜呢 當市長顯然比選總統 更清楚狀況 所以他也馬上站出來講說 我新北市 有15個供應廠商 在我新北市 他也知道喔 他這時候不會講不出來喔 然後他馬上從北到南 點了六個地方 說他要趕快的 這些空地 都比台北市兩千坪大 我也可以提供 然後桃園呢 張上升上次打台積電盒跑掉了 張上升也跳出來了 桃園也要 因為他們都想 我們離台北進 但是在這個情況裡面 其實呢 台中沒什麼動作 對 台中沒什麼動作呢 其實我想說他要 南投也跳開 然後雲林也跳開 雲林好像不干他們的事 台中只講說他們有逢甲夜市 當然金門馬祖跳開是合理的啦 對 那只有逢甲夜市 那台中沒什麼講話 但是台中呢 然後台南呢 又跳出來了 本來呢 整個黃偉哲就講說 他們的夜市裡面有 大大五花大五花 就是每一天都有一個夜市 哈哈 他已經不夠了 現在為了爭取 還就說 他拿出一張地圖 那我連我 這是台南女婿 我都不知道 台南市有46個夜市 對 全部玩你亮出來 黃仁熙你可以吃到飽 當然台南有個優勢 電 他當然有點壓力 但是你看 現在不是講說 在台南到高雄那邊 叫做S郎帶嗎 其實很多的半導體的 新的科技就在那邊 然後呢 水 台南的水是比較充足的 所以他也在爭取 至於陳其邁呢 已經賺到了一個 台北灣了 但是他還要繼續鼓勵說 三個碼頭 可以給你黃仁熙有 所以大家都在搶錢 就看著黃仁熙 回答在中口 所以搶黃仁熙 感覺是在這一個 搶財神 不只 而且在初選 就是地方先是首場 大家在初選啊 對在初選 對不對 而且希望有將來政治前途的 都知道要搶嘛 對不對 除非是不在意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